皇宫里的上古古籍,好像大哥也提过这个,这本书好神奇啊,怎么什么都有,等伦家长大了,一定找机会看看这本古籍。 沐浴蓉,苏子涵,呆了,说谎什么的,真的会漏洞百出啊,不过好在魏斯瑶现在的脑子正在慢慢退化,哦,不是,人变成婴儿了,脑子变小了,也就想不了太多。 嗯,脑子小什么的,是个好事,沐浴蓉开心,就听小丫头又在嘀咕。 啊,忘了,驸马爷爷泡药玉的时候,伦家必须要在身边,那本古籍上,也写了这个吗? 这大喘气喘得可真久啊,久到沐浴蓉都不知道该怎么接话,气氛瞬间尴尬,苏子涵只能道,黄祖母,孙喜想过去看看。 嗯,这梯子递得好,递得及时,沐浴蓉一拍大腿,正好哀家也担心,那就一起去。 甚好甚好,终于又圆回来了,谁说忽悠小孩子简单的,爱马,硬生生惊出一身冷汗呢。 二人赶紧往皇帝那边赶,好在赶上了。 御医院已经弄好了药语,皇太后一行人来了。 魏思瑶远远看见皇帝就开始笑,小胖手挥舞着,那表情别提多热情了,看得魏楚夜心情超爽的。 瞧啊,思思最喜欢爷爷了,小宝贝,来,爷爷抱抱。 皇帝刚张开双臂,便听到了魏思瑶的心声,皇帝爷爷,你那本上古古籍里面全是超级厉害的方子吧,这么好的宝贝不能掖着藏着,快拿给思思康康。 什么古籍,什么方子,什么鬼呀,母后怎么来了? 魏楚夜张开的胳膊硬生生拐了弯,扭头去搀扶皇太后去了。 担心驸马,过来看看。 说完拼命朝儿子使眼色,看得魏楚夜满头问号,算了,先让思思进去再说。 他跟皇帝一阵而语,皇帝大惊,原来重点是魏思瑶啊。 母后,要阵怎么做? 演戏,还能怎么做?总之能听到心声的事情,一定要瞒着才行。 魏楚夜深以为然,娘俩嘀嘀咕咕的商量该如何演戏,很快商量出个小剧本,一通安排,就等着一会儿开演。 魏思瑶还不知道,这些人为了不拆穿自己,都敢拉着皇帝一起演戏了,他正在苏子涵怀里躺着,打量着泡在浴桶里的慕容语。 啊,怎么办啊,人就在眼前,但自己去救不了,要是能靠近浴桶边就好了,最好大家都出去,就留下我自己。 正想着,外面传来一声惊呼。 秦王妃,您快出来,出事了。 苏子涵一惊,连忙把魏思瑶放在浴桶边就出去了,宫殿里的宫女太监也跟着跑出去,瞬间就空无一人了。 咦,他这是开启了什么心想事成的金手指吗?想什么来什么呀?这样的话,苍天啊,给我钱,给我吃的。 不,把整个集市的好吃的都送到我家里去吧。 奶团子嗯啊呀地哼记着,然而不管他想多少遍,好吃的东西还是没出现。 哎,算了,先做正事。 他挥舞着小肉手,突然想起来,自己好像没办法咬破自己的手指,而且他身边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个大木桶,他要怎么取血? 嗯,好想骂娘啊。 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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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能自己凝出来一点就好了,给我凝,凝,凝。 很快,一滴血凝聚到指尖,魏思瑶心中大喜,我的妈呀,真的搞出金手指来了,他的金手指就是心想事成吧。 虽然出不来吃的,但还算有用,哈哈,太爽了,他赶紧把血甩进浴桶,很快,翻滚着黑气的水立刻变成了白色,隐隐飘浮着点点金光。 来来,我康康,是不是可以了? 魏思瑶努力翻身,翻,翻,翻,扑通。 翻进了浴桶,热水瞬间淹没口鼻,周围一个人都没有,魏思瑶都惊了。 不是吧,为了救人竟然把自己淹死了,不会这么惨吧? 嗷嗚,娘亲,娘亲救我,娘亲,救我。 竹子连心,孩子出意外,做母亲的都会有感应,他再也等不下去,也不顾什么剧本不剧本了,直接推门进去。 嗨嗨。 他身后,一群人也跟了进来,众人惊讶地看到,原本植物人一样的慕容宇,此刻正费劲地托举着一个奶娃娃,魏思瑶在水面上哇哇大扑。 快救人。 众人连忙冲上前,苏子涵一把将魏思瑶抱在怀里哄,魏楚夜点了御衣过来,大殿内人养马翻,只魏将,呆呆地看着木桶里的男人。 木桶宇,能动了,魏将激动地喜极而泣。 恭喜陛下,驸马能动了,只是瘫痪时间太长,还需要调养和复健,不过,记忆还暂时没有办法,或许经常见见以前的东西,能想起来。 魏思瑶听到御衣的话,这才放心,他损失了一滴血,只觉得特别的累,现在终于安心地眼睛一闭,昏睡过去。 至于后面怎么样了,他就不知道了,他只知道,再醒过来,已经在家了。 母妃,妹妹醒了? 老二为子轩一阵欣喜,屋里的人也都围过来,果然看到魏思瑶瞪着一双大眼睛,呆萌呆萌地地看他们。 妹妹的手好软。 老二偷偷捏了一下妹妹的手,顿时开心得不行,小手手真的好软好香啊,不愧是妹妹呢。 娘娘,王爷来了。 丫鬟通报,紧接着魏弘远就进门了。 苏子涵,你进宫怎么也没跟本王说一声,你还有没有把本王放在眼里? 还有,欲穷拍卖行的必保赤神司是怎么回事? 你竟然一口气花进去八年的收入,就给这两个。 当着儿子的面,他到底没把废物两个字说出口,然而魏荣萱却微微垂眸,遮挡住了眸子里的冰冷。 他父王想说的话,用脚丫子猜都知道是什么,不过是废物二字罢了。 要给也是给锦城和晚会,必保赤神司呢,拿来给我。 哦呵,进门就找茬不说,现在还伸手要东西呢,太不要脸了。 一家四口都被齐王搞得心情不爽,苏子涵淡淡道。 用光了,必保赤神司认了主,脱不下来了。 想要? 没有,有也不给那一家子。 你…… 齐王气了个半死,不过,他也不是为了必保赤神司来的,他是为了庄子,用必保赤神司开刀,苏子涵肯定不会给,那脱儿求其次,要庄子就方便多了。 齐王沾沾自喜,觉得自己真是聪明。 那行,把王府的庄子分出一个来给如云,晚会要修炼,开销之大不小,这都要王府供。 牛,都知道用计了。 喳喳爹,是我小看你了,脱儿求其次,必保赤神司给不了,这庄子娘亲就不能不给了。 嘖嘖,这脑袋要是用在眼睛上,您老也不至于头顶一片绿,还在沾沾自喜地给别人养孩子。 啪哒,魏子轩惊得手里的茶杯都摔了。 娘,信息量太大了,给别人养孩子? 那孩子是谁? 屋子里的人齐齐地看向老二,魏子轩无比尴尬,这次连大哥也就不了自己,他只能硬着头皮道。 父王,您是要拿走母妃的管家权吗? 嗯,这个借口很好,足以掩盖杂杯子的震惊。 只能说666,我记得当初柳如云管家之后,第一个动的庄子就是娘亲生我的那个庄子,这次渣渣跌来,喂的不会也是这个庄子吧? 嗯嗯嗯,手指头真好啃哪,不知道这只凤凰啃起来怎么样? 床上的团子,张嘴就啃起了肥鸟的脑袋,啃了两口十分嫌弃地吐出来,口水呼了神兽衣脑袋。 嘖嘖,还是一样不好吃,算了,继续作手手。 魏丝瑶说的庄子,苏子涵又怎么会不知道?那庄子主要种植灵脂草药,柳如云瞧上的就是这些。 想要?苏子涵冷冷道,以后柳如云和魏婉惠的用度,休想从我这里走。 要庄子?行,不过这一家人的吃穿用度,以及丹药等等,以后自己掏钱,王府分文不给。 行。 魏弘远心有不甘,但还是同意了,种植灵脂的庄子很赚钱的,拿到手还缺这点钱。 马上就是丝丝百日宴。 一个废物办,什么百日宴?那天正好晚会拜师,师父我都请到了,百日宴,就随便弄一弄吧。 弄完了,你赶紧拨个桩子给如云。 百日宴和拜师宴同一天? 哼,真行,你齐王不办拉倒,那他这个亲妈办,而且还要大花特花王府的钱,好好地办。 苏子涵打定主意,反正齐王说什么,他就当放屁,他是齐王妃,府里的事情归他管,柳如云,算个屁。 魏丝瑶趴击又翻了个身,他现在突然找到了比吃手更有意思的玩意儿,那就是翻身。 看我翻,翻,再翻,哈哈哈哈。 趴击,贴墙上了,嗷嗷嗷嗷,齐王什么时候走的? 魏丝瑶不知道,因为根本没在意,倒是他翻身翻到墙上,委屈的脸上瞬间多了两个大泪泡,苏子涵几个人被他逗得乐死了,一边哄一边止不住地笑。 母妃,妹妹的百日宴真的随便办办就行了吗? 我会请同窗过来,母妃,咱们关起门来,自己庆祝。 好好办,我给你们舅舅写信,咱们大办特办。 苏子涵打定了主意,总之,还要继续花王府的钱,一分不给柳如云留,就这么愉快地决定了。 很快,百日宴的日子就到了,苏子涵花了一大笔钱,把自己的院子弄得喜气洋洋,菜肴点心也全定得最贵最好的。 魏丝瑶已经能很熟练地翻身了,赤红小胖鸟站在枕头上叽叽喳喳喳地叫唤,魏丝瑶挥舞着小胖手,一把握住小胖鸟,他现在身体还不协调,结局就是差点捏死了这只神兽凤凤凰。 凤凤凰拼命挣扎,到底脆弱的是谁? 好,要死了,要死了,要死了,小祖宗,快松手。 娘娘,王爷请您去前厅迎客。 迎客?苏子涵有些惊讶,不是不想弄吗? 知道了,他想了一下,还是出去了。 爱妃,跟本王一起去迎,今天是晚会的拜师宴,郑国公和六部尚书都来了,又怎么能少得了先门的人? 直到这一刻,苏子涵才彻底明白,魏红远哪里是为自己女儿忙活,他是为了柳如云的女儿忙活。 他明明已经说了,思思今天百日宴,可看样子,魏红远根本就不打算过这个百日宴。 苏子涵气得浑身哆嗦,果然,连随便弄弄都没有,一切,都只是说说罢了。 哦,我很忙,百日宴来了不少人,拜师宴什么的,王爷自己招待吧。 魏红远气疯了,晚会多优秀,先门的人都主动上门结识,偏苏子涵不给面子。 而此时,青阳真人,迟连圣母和郑玄上人也已经走了进来。 青阳真人,贵宗门的神兽可找到了。 青阳真人脸皮一抖,挥挥手打死不承认。 道友何出此言,神兽怎么会丢,一直在凤凰殿的梧桐墓上携着呢? 没丢,只要他不开口,那就是没丢。 嗯,哦。 迟连圣母和郑玄上人一脸恍然地点头,甚至还拉了长阴,明白了,一定是丢了。 不过也是邪乎,神兽这玩意儿武力直超群,打遍天下无敌手,怎么还能丢了? 正说着,抬头便看到齐王魏红远,以及马上要离开的苏子涵。 齐王只好不去管苏子涵,上前招呼,三人却直接掠过魏红远,匆忙追上苏子涵,行了个礼。 王妃娘娘,上次都是误会,我等特来登门,并为小郡主送上一份薄礼,给二位压压惊。 魏红远,什么情况? 奥赫,真的不是来给你女儿参加拜师宴的,人家尹川三大宗门,是为了自己和女儿来的。 苏子涵笑得不要太灿烂,得意扫了魏红远一眼,见她快气疯了,苏子涵更开心了。 三位道长请。 魏红远连忙开口。 今日是小女拜师宴,三位仙家一起参加吧。 拜师宴?三个人愣了一下,齐王妃的女儿才百天,就拜师了,顺势早点了。 而且,这丫头不是没有修为吗? 拜师?谁会收他呀? 这,不知道拜的是哪位先尊? 魏红远瞬间得意起来。 是神农门第七代独一圣手,黄玉。 几人奇奇震惊,苏子涵更震惊。 神农门的独一圣手十分难请,当年皇帝倾尽全力,才能请来神农门的独一圣手给黄祖母看病。 除此之外,大周再没有人见过这个人。 现在,竟然请来了这个人作为晚会的老师。 苏子涵心中愤怒,魏红远眼里心里,果然只有柳如云那一家子,自己和儿女们,在他心里什么都不是。 这,那是得见见。 好,就去参加吧。 魏红远笑了。 那三位,这边请。 人还没迎进自家的门,就又被拉走了,怪只怪独一圣手名积太大。 说话的是镇北大将军李元珍的小儿子李琼妹,镇北大将军夫人连生七个儿子,现在又有身孕,御医看过了,说还是儿子,气得李夫人一天把镇北大将军骂二十遍,骂他无能,害得自己生不出女儿。 镇国大将军府七个儿子,名字分别是来妹、招妹、领妹、想妹、叛妹、燕妹、琼妹,可想而知多想要个姑娘,可惜了。 你爹娘这辈子是生不出闺女了,命格里不带女儿园,骂死你爹都生不出来,唉。 李琼妹惊了,下意识抬头,却见魏子轩冲她呲牙一乐,那意思很明显。 闭嘴,别说,当什么都不知道。 我天,好像发现了什么不得了的秘密,魏子轩,你妹妹是个宝贝。 不,比这更重要的是,她该怎么告诉爹妈这个事实,好像,有点难呢。 那什么,子轩,咱俩是好兄弟不?你想干嘛? 呵呵,我想见你妹妹一天,你再想劈吃,母妃怎么还不回来? 魏荣轩察觉到了异样,时间太长了。 云香出去打探一番,回来道, 姑娘被王爷拉去拜师宴了,听说神农门的独一胜手,黄玉已经到了。 黄玉?在场所有子弟全都安静了。 就算没有修为,但身为朝臣和皇族子弟,这些消息他们还是知道的,黄玉是难得一见的高人,神农门的独一胜手。 听说皇帝想请他给皇太后看病,都费了一番周折呢, 齐王竟然请到了他给妾生子当老师。 即便是十几岁的年轻人也都看得透彻,他们在家里也是没有修为的人,但该受到的待遇一点不少,妾生子要是有修为,那就送到宗门修炼,绝对不会在家里,给嫡子们碍眼的。 现在齐王竟然在家办拜师宴,还如此隆重,太过分了。 殿下,你父王燕王也来了。 李琼妹看向燕王的三儿子未愁,小胖子气得浑身的肉都在哆嗦,当即起身。 我要去找我父王问问,他到底知不知道,为分尊卑,礼义廉耻。 未愁一开口,周围的人也纷纷起身,毕竟他们的家长也跟自己一起来了,既然不在王妃娘娘这里,那必定在小妾那边,不行,太丢人了,得把自己家长带回来。 一行人匆匆出门,魏子轩扭头看向大哥。 哥,怎么办? 静观其变。 大哥太聪明了。 对,静观其变,这么多宾客看着呢,咱们不动就行,有问题让喳喳爹去处理,处理得越多错得越多。 爱马,太好了,就这么办。 咦,感觉大哥修为又精进一层,练气九层了吧,进阶分分钟的事儿呢,我大哥果然是个天才,等到了助击期,就该选兵器和修为的方向了吧。 大哥大哥,剑和扇子都很帅,哦,对了对了,背骨琴也很帅的,三千名灯下墨发白衣,一世独立,哦哦,好帅好帅。 魏容轩嘴角笑意更甚,突然觉得,妹妹说的那几样武器,都可以尝试一下。 魏子轩惊了,大哥已经练气九层了,为什么他还在练气二层? 虽然知道大哥聪明,读书好又勤奋,但没想到修炼也这么快。 不行,他要更努力念书才行,对了妹妹,你看看二哥今年能练到哪一层? 魏子轩努力把脑袋往妹妹眼前凑,奶娃娃咧开嘴笑哈哈。 二哥,也帅。 宁国公主驾到,通传声传来,齐王精神一震。 宁国公主是父皇的妹妹,他们这些人都要叫一声姑姑的,宁国公主深受父皇宠爱,皇祖母也对她疼爱有加,她能来,真是给足了面子。 快赢。 齐王开心坏了,柳如云更开心,来了这么多宾客,现在宁国公主都来了呢,她的晚会果然比苏子涵那几个孩子强多了。 只可惜不能去苏子涵那边瞧瞧,那该死的百日宴肯定都没人去吧。 皇上驾到,皇太后驾到。 皇上竟然和皇太后一起来了? 这下都惊了,齐王这个妾生子这么厉害吗? 连皇帝和皇太后都惊动了。 魏弘远更激动,她甚至握紧了柳如云的手。 柳如云,今天,本王一定能给你和晚会讨个封号。 谢谢王爷。 柳如云兴奋激动,心里乐开了花。 走,接驾。 这下,所有人都得出去接驾,有一个不去,那就是大不敬。 一时间,齐王府门口满市人,哗啦啦跪了一片。 魏楚夜看到这些人,心里还挺惊讶,看来他代孙女人气挺高啊,都没吩咐,就聚集过来这么多人。 平身。 魏楚夜招招手,众人起身。 魏楚夜搀扶着沐浴荣走在前面,看着走路稳健的老太后,燕王忍不住问自家兄弟。 老八,你觉没觉得黄祖母好像年轻了些? 靖王敲咪咪看了一眼,点头。 是,不光年轻了,感觉脚步也稳健了,修为好像也更醇厚了。 二人齐齐一震,黄祖母这是遇到了什么机缘吗? 走,跟上看看。 二人赶紧跟上,走了没几步才发现,皇帝带着皇太后,静止朝着另外的路去了。 皇上,你老人家走错路了啊。 众人内心咆哮,又不敢说出来,倒是齐王比较虎,上前道。 父皇,不是那边,怎么不是这边? 朕得孙女百日宴,不在这边在哪边? 啥啥啥,不是来参加晚会的拜师宴的,是参加魏思瑶的百日宴的。 孙,怎么会这样? 魏弘远都惊了,客人们也挺震惊,魏仇几个年轻人却都挺直了几倍,纷纷看向自己亲爹,眼神满是嘲讽。 爹,早就说了你去的地方不对,现在信了吧。 信了信了信了,谁敢说皇帝去的不对? 要不对,也是他们这些当臣子的不对。 一行人走得昂首挺凶,根本没有半点走错的样子。 于是,柳如云抱着孩子又被扔下了。 这些人明明是来参加女儿拜师宴的,现在竟然因为皇帝来了,就要去苏子涵那里,他这个气啊。 不行,他也要跟过去。 没事的王爷,我们也过去吧,拜师宴在姐姐那里办也一样的。 柳如云笑咪咪做好人,心里却没打什么好主意。 那就委屈如云了。 丑丑,柳如云多懂礼数,知尽退,宁愿自己受委屈,也要给足自己面子,这才是他的红颜之己。 好喝,今天人好多,让伦家丑丑都有谁。 魏丝瑶努力蹬腿,伸直胳膊,趴鸡,翻了个身,露出被压在身子底下的火红小鸟。 旁人看不出来,青阳真人一眼就认出了自家养的神兽,他惊得当场站起,引得众人纷纷望过来。 青阳真人,有何不妥? 宁国公主轻声询问。 啊,这,这。 青阳真人有些尴尬。 没有没有。 哦呵,这不是那个老匹夫吗?我记得他的癖好好像是寇。 那什么七星堂为郡主送上百天礼物,铸鸡丹十二粒,千年份的聚灵草三颗。 姑奶奶,祖宗,青阳我,就这点爱好,你可给我留点脸面了。 千年的聚灵草啊,行吧? 祖鸡丹他是看不上的,千年的聚灵草还有点看头。 见青阳真人的法子真的有效,郑玄上人第二个起身。 来屋宗为郡主送上百天礼物,清灵散三瓶,二瓶法器玉须勤一个。 为四妖点头,嗯,玉须勤也不错,大哥进阶就能用了,清灵散是少有的解毒生药,正好他们娘四个都能吃。 旁边,池连圣母被这两个人的骚操作搞懵了,不是已经带了道歉的礼物来了吗?现在还要往外掏? 可似乎不掏也不行,他还不想被人揭短,于是他咬咬牙第三个起身。 天宝山为郡主送上百天礼物,二瓶困腰剑一把,长生丹三瓶。 三个人一个接一个起来,等大家反应过来的时候,三个人礼物都送完了,所有人都炸锅了。 疯了,这是什么情况? 虽然仙门跟皇族并行,但互相不打交道的,仙门的人不会上甘子奉承皇族,都是自己翘不声修炼的,现在怎么突然一个个疯狂给永乐小郡主送礼来了? 阿八,阿八,诸位,你们的百日宴礼物呢?再不拿出来,伦家就要开始爆料了。 把朕和皇太后的礼物抬上来。 影穿三大宗门的人之后,某个开关好像被打开了,众人开启送礼模式。 皇帝送了金丝鸾甲和晋贡的仙锦,皇太后送了一大堆灵果,还有满满两大箱子黄金,宁国公主紧随其后,紧接着就是燕王,晋王乃至诸位宾客。 唱礼丹的时候,有人才反应过来,自己带的礼物已经放到隔壁了,于是不少人纷纷起身,从柳如云的院子里再把自己的礼物抱回来,直接送给了魏斯瑶。 柳如云要气疯了,那些礼物原本都是堆在自己院子里的,现在好了,都跑到苏子涵这边来了。 而且还加上了尹川三大宗门以及皇帝的礼物,在院子里堆得高高的,眼馋的他要死。 姐姐。 柳如云故意等到最后,抱着孩子站出来。 妹妹来了,怎么,你也要给思思礼物,算了,你也没什么钱,就不要破费买什么贵重礼物了。 柳如云,玩犊子了,这下不给不行了,还得给个贵重礼物。 柳如云气得咬牙,只能送了一对昂贵的玉镯,至于别的东西他也没有,这镯子还是王爷赏赐给他的。 他肉疼地看着镯子交到苏子涵手上,然后故意当着所有人的面道。 黄玉道长,多谢您看得上小女,愿意收她为徒。 这下,全场都安静了。 所有人齐齐望过来,连皇帝和皇太后都下意识看向柳如云怀里的孩子。 和着思思小可爱的百日宴和妾生子的拜师宴是同一天。 泽泽,齐王怎么敢,要知道,妾生子就是妾生子,就算能修炼,也都是丢到宗门去,绝对不会在家里搞这些东西。 柳如云的行为让不少人皱起眉头,但黄玉这个人却成功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 这就是神农门的独一胜手啊,果然是大能。 是啊,一看就是高人,黄玉的外形实在是太唬人,所有人都觉得这个男人一定是玄虎即逝的大好人,就连影穿三大宗门的人都对黄玉肃然起敬。 不得不说,长得不错,看起来儒雅温柔,不过吗? 不过什么? 青阳真人,正玄上人,持连圣母三人瞬间竖起耳朵,内心无比激动,无比兴奋,又无比期待。 爆瓜了,要爆瓜了嗷嗷嗷,激动死人了。 来来来,也让他们也尝尝,神农门这种大宗门的瓜有多香。 不过,这位独一圣手可没有看起来这么好脾气,他奉行医死不医活,活人送去了也得弄死在医,不是喂毒药,就是打骨折,要不就让妖兽虐个半死。 这位独一圣手就在一边翘着二郎腿看,约摸着人要死了,裁剪回来医治,人家美名其约断练医术,嘖嘖,其实顺便连下毒一起练了吧。 好看的皮囊下怀揣着不为人知的灵魂,真是变态呀。 瞬间安静有没有,这么变态的吗? 柳如云更是一脸震惊,又震惊又兴奋。 奇怪,好像听到了奇怪的东西,扭头看看,魏弘远竟然毫无反应,柳如云放心了,一定又是幻觉,堂堂独一圣手,怎么会是变态? 寂静之中,一直没动静的黄玉终于动了。 他颇感兴趣的,看向今日的主角,奶团子白嫩嫩的,眼珠漆黑,比他养的那些要人要好看多了。 这娃娃,有点意思,今天他过来,是朋友所托,来走个过场,他根本没想收徒弟。 虽然柳如云的女儿,天赋的确极高,但神农宗是大宗门,谁还没见过几个天才,真的不稀罕。 我就收他为徒好了。 啊?不是收魏晚会吗?怎么成了魏思瑶? 我听错了吗?今天到底是谁的拜试验? 柳如云的脸色猛的变了,再也绷不住,牙子欲裂,然苏子还要笑疯了,这叫啥?自己把自己玩死了。 哈哈哈哈,柳如云脸色傻白,疯了吧,这是他好容易找人请来的大能,是为自己女儿准备的,怎么就成了魏思瑶的老师了? 王爷! 魏宏远也挺生气,他跟柳如云想法一样,当场站出来道。 先是,竟然是我另一个女儿的拜试验。 说着,将六个月大的魏晚会放到魏思瑶身边。 这个大的是个天才,他才是您的弟子,而另一个百天的连零根都没有,是个废物。 废物。 黄玉挑眉,蹲下,打亮着魏思瑶肉嘟嘟的小脸蛋,而后微微一笑,低头,伸手,戳了戳他的肉脸蛋,而后笑咪咪。 手感不错,救你了。 我真酸剔了,你有病吧,你是不是脑子有坑,手拿开,信不信老娘给你跺下来。 脑子还在响,嘴巴已经开始骂了,阿巴阿巴的,嗯嗯哎呀,虽然听不懂,但能感觉到奶团子十分生气。 但黄玉就像是没感觉,依旧笑咪咪的戳他的肉脸蛋,按下去,多了坑,再收回来,又是满满的软肉。 独一胜手玩上瘾了,真有意思啊,魏思瑶气到崩溃,可惜腿短够不着,不然一定把他踹飞阿阿呀。 现实,这恐怕不妥。 魏宏远十分硬气,无论如何,废物都是不能修炼的,好容易能做大能的弟子,这机会,只能是魏婉慧的。 行,那就让两个孩子比比。 比,虽然魏婉慧是个天才,但也不过是个婴儿吧。 俩婴儿?一个白天,一个六个月,比啥,比谁哭的声音大吗? 有如云和魏宏远眼睛一亮,魏婉慧是天才不说,年龄还比魏思瑶大呢,绝对稳赢嘛,黄玉先生还挂好嘞。 好,比。 黄玉笑咪咪拿出两份丹药,放在两个奶团子眼前。 你们俩面前的六粒丹药里面,只有一粒有毒,谁能找出那一粒? 黄玉打量着魏思瑶的表情,奶团子完全没兴趣,一开视线,一边对着客人桌上的美味佳肴流口水, 一边试图翻身,被无视的黄玉奶奶个腿的,看来是真不想做自己的弟子啊。 黄玉笑容更甚,太有趣了,她缓缓开口,那我就把这六粒丹药全送给她。 送丹药?可,那我可要康康。 奶团子慢悠悠翻回来,瞄了一眼,顿时口水直流。 不愧是神农宗的丹药,可比影川三大宗门送的丹药高级多了,那些丹药都是哥哥们能吃的, 但这些丹药都是娘亲能吃的,吃完说不定能从金丹期直接晋升元英期呢。 哈,不错,不错。 来,找吧,让我看看你们的天赋。 柳如云挤在最前面,立在女儿旁边,试图分辨出哪个有毒。 但可惜,她的修为根本看不出来,只能焦急地看来看去。 不光她,众人也都分辨不出来,大家皱着眉头看,怎么看都觉得这六粒丹药都长得一模一样。 这,分辨不出来吧? 我感觉也分辨不出来,长得都一样,闻起来也没有区别吗? 正议论者,魏思瑶直接伸手,啪的一声按住一粒丹药,举起来。 啊,啊。 很好,你就是我黄玉的弟子了 啊啊啊啊,我拒绝呀啊呀 我这辈子就是来吃吃喝喝喝混吃等死的 不要教我,不要学,我要躺平啊 等等,这一定只是巧合 他只是随便抓了一粒,不能证明什么 他才只有三个月,什么都不知道 他一定只是随便弄 则,好烦,既然是随便搞的,那给你吃好了 肉团子伸手一丢,走你 毒药飞进柳如云嘴里,咕咚一声就咽下去了 柳如云,直挺挺地躺下去了 快救人,救人啊 齐王府顿时人仰马翻,独一胜手背着手看热闹 全程笑咪咪 为二不惊慌的,就是俩奶团子 魏婉慧六个月了,依然啥都不懂 坐在一边啃手指 魏思瑶想想把自己的脚丫子伸过去 递给了魏婉慧 啊呀,给你,慌慌口 魏婉慧纠结地皱起眉头犹豫了一下 但还是张嘴啃了一口 啊,啊 略嫌 啊呀,啊,笨,这叫有滋味 啊,啊,行吧,我再尝尝 仙人,请救救如云 黄玉笑咪咪 哦,忘了跟你说了 齐王殿下,我有个怪癖,医死不医活 什么意思 很简单,等他死了,齐王再送过来给我 果然,很变态 父皇 魏弘远无奈,只能央求魏楚夜 皇帝还是心疼儿子的 叫来了御医,好歹把柳如云的命保住了 那就这样了,魏丝瑶就是我的弟子了 等他三岁,我亲自来给他开盟 说完,黄玉扭头就走了 十一粒丹药一粒没拿 魏丝瑶自然一个翻身过去 把十一粒丹药压在自己身子底下 哀巴哀巴地叫着 让娘亲赶紧过来拿丹药 娘亲,我的,全都是我的 哦哦哦,神龙宗的丹药全都是好东西 拿走,拿走 苏子涵看他皇帝 见他没说什么 这才无奈地帮女儿把丹药收好 苏子涵很开心女儿有了厉害的师父 独一胜手,有个这么变态的嗜好 想惹他的人也得掂量掂量 自己能不能熬得住死去活来的痛苦 皇太后临走前 意味深长地看了眼柳如云的住处 拍着苏子涵的手道 苏子涵 以后功力常来走动 有委屈也尽管给祖母说 祖母给你做主 苏子涵心中一震 连忙歇恩 现在连皇祖母都觉得魏弘远坐得过分了 谢皇祖母 孙喜有分寸 听他这么说 沐玉蓉点点头 随着皇帝离去 坐在回宫的马车里 魏楚夜皱起眉头 齐王竟然能请来独一圣手 那皇太后重病 需要独一圣手来医治的时候 齐王为什么一声不吭 而今天这一切 到底是齐王自己的意思 还是说淑妃也参与其中 怀疑的种子一旦埋下 就会很快生根发芽 此刻 还有一个人欲哭无泪 神君随我回洞府吧 你可是七星堂的神兽啊 小胖鸟鸣叫一声 落下来伸出爪子 胖揍了青阳真人一顿 哦 休想带他回去 从今天起 他就是魏斯瑶的鸟了 你 滚远点 揍完了 飞过院墙 落进魏斯瑶的小床里 开开心心地 继续抱着熟睡的奶团子贴贴 毫无意外 又被压成肉饼 师尊 神兽不回去怎么办 青阳真人气得跺脚 还能怎么办 附近租个房子 好好保护这位小郡主 他们的神兽凤凰 可不能再失踪了呀啊呀 魏斯瑶还不知道 自己因为这只鸟 莫名其妙多了一个宗门的护卫 还是暗地里保护 不要供钱的那种 柳如云虽然就回来了 但余毒至少要半年才能完全清除 魏斯瑶在一边摇头 毒一圣手练毒的本事也不怎么样吗 竟然没给毒死 不好不好 当师父 不好 黄玉要是听到这番话 估计笑容都绷不住 这还是他人生头一次遭人嫌弃 子涵 屋内走进来一个紫衣男子 眉眼冷峻傲慢 大哥 你都看到了 魏洪远这么对你 哥去宰了他 百日焰他亲自来了 却没有露面 怕的是魏洪远爱着他在 又开始装模作样 所以苏青叶干脆没露面 自己穿上小丝的衣服 全程为官 结果魏洪远果然把他的丑陋显露无遗 敢这么对汝南芙蓉山庄的小姐 就算是皇室 哥也弄死他 我去 这不是舅舅苏青叶吗 听听这口气 看看这样貌 舅舅 魏四摇黑曲曲的大眼睛闪闪发光 无比亲切地冲他舅舅伸手 哦 这个舅舅我很爱的 敢爱敢恨 又很重情义 得知娘亲魂飞魄散 便亲自带人杀到了京城 火烧齐王府 护卫着被挖去林根成为废人的大哥 回汝南 简直帅死了 可惜 最终结局是芙蓉山庄灭门 舅舅魏救全族在魏锦城面前抹脖子自尽 可魏锦城不讲信用 汝南苏氏 一个不留啊 什么 苏青叶眉头一跳 该死的既亡 舅舅 此事从长计议 现在最重要的是 怎么能按照他们的要求和离 和离容易 但孩子呢 魏弘远再不好 也是皇帝的儿子 皇帝允许皇室血脉离开宗室吗 尽管以苏氏的能力能保苏子寒周全 但如果不能带走孩子们 和离又有什么意义 舅舅 舅舅 无论如何 不要想着拿命同别人做交易 坏人不讲信用 白白赔了舅舅一条命 汝南苏氏 还是全都死了 不是吗 若是舅舅还活着 至少能杀出一条血路 保住苏氏几分血脉 苏青叶内心一阵感动 抱着小丫头 往脸上贴了贴 婴孩特有的奶味直冲鼻腔 苏青叶终于笑了 爽朗大气 胸腔震动着 带着魏丝瑶也笑起来 思思真可爱 等回去我也跟你嫂子 争取要个女儿 说完从手上退下一个班纸 塞给魏丝瑶 舅舅给的 就算没有修为 里面的案件 也能宰了那些伤你的人 哦呵 这个玩意儿很渴 哈哈哈哈 不错不错 舅舅 除了这个再没了吗 不给思思小钱钱吗 思思要从现在 积攒私房钱 嗯 除了私房钱 平时还可以买点灵嘴什么的 舅舅 好舅舅 给点钱吗 魏丝瑶哼哼唧唧的 继续伸手 打得苏青叶的俊脸 啪啪响 偏大舅爱屋及乌 笑着又塞给了他一包金叶子 等你来掀门 舅舅再给你零食 想吃什么买什么 要是买不到 舅舅亲自给你做 啊 哎呀 舅舅 你是我亲舅舅 爱你爱你摸摸的 魏丝瑶开心到冒泡 这个舅舅 他真的是太爱了 你们有什么计划 需要舅舅做什么 我们跟母妃商量过了 母妃离开容易 但我们兄妹三人 父王虽然不会要 但皇爷爷绝对不会放人 尤其是思思 先生的事情 皇帝爷爷也能听到 有这种异能在 皇帝会放他们走吗 大不了杀出一条血路 那样不过是两败俱伤 荣轩不想汝南苏氏 白白浪费性命 总之 我不会放过魏弘远 对了 听说你们两个都能修炼了 苏子涵笑得开心 至今为止最让他开心的事情 一是思摇活着 二是两个儿子都有了修为 他便将此事说了一遍 苏卿也感慨 你生了个好女儿 说着 他又翻出一大堆东西 护甲 长衫 绣花鞋等等 都是女儿家用的东西 还有一些暗器 毒药 以及一个储物袋 用来装这些东西 就算思摇不能修炼也没关系 这些东西都能保得安全 子涵都给思摇留着 另外 我在派些人守护在齐王府周围 由荣轩你调钱 苏卿夜要开始锻炼 这个十二岁的外甥了 苏子涵再厉害 也不能经常出来走动 这娘四个未来如何 还得长子撑得起来才行 舅舅十二岁的时候 已经帮着你老爷 打理芙蓉山庄了 荣轩 你娘和你妹妹 将来就靠你了 是 舅舅 重重拍了拍魏荣轩的肩膀 苏卿夜将手里的鞭子递给他 芙蓉山庄家传的法宝 送你 舅舅 有琴吗 他还记着妹妹的话呢 苏卿夜也不强求 从储物袋里翻了翻 翻出一把古琴 上古古堡飘渺芙蓉琴 无法收入体内 只能随身携带 平日只要不催动 这玩意儿就跟普通的琴没区别 你拿去吧 嗯 这个甚好 想必思思一定会喜欢 谢谢舅舅 魏荣轩拿到了琴 鞭子倒是让魏子轩要去了 总之他也是可以修炼的嘛 在齐王府周围布置好人手之后 苏卿夜才悄无声息地离开 谁都没有惊动 日子就在魏思瑶吃了 睡睡的吃之中过去 乃团子已经七个多月了 母妃 今儿有灯会 我们能带着妹妹去看灯吗 盛夏时节夜市很热闹 时不时就会有灯会 见魏思瑶一双眼睛闪闪发光 苏子涵便点头答应了 记得带上妹妹的东西 魏思瑶现在出门 就要大包小包的带 吃的喝的用的 当然最受宠爱的 还是皇太后给的夜明珠 哎呀 灯会灯会 啦啦啦 去灯会玩了 思瑶妹妹长大了 好可爱啊 我能抱抱吗 李求妹有些迫不及待 被魏仇推到一边 去去去 你个连妹妹都没有的人 你知道怎么抱妹妹吗 我可是有妹妹的 起开 看我怎么抱 思瑶妹妹 乖 你想吃什么 魏仇堂哥带你吃 哇 啊 堂哥 够意思 你这么好 我也告诉你一个小秘密好了 你未来会是个怕老婆的 七管炎 小胖子都呆了 这算什么小秘密 再看看周围 李求妹无嘴憋笑 差点憋不住 思瑟妹妹 咱们走 不搭理她们 魏仇 你要是敢磕着我妹 饶不了你 少年们说笑着 很快来到集市 魏思瑶最后到了李求妹怀里 小帅哥终于能抱到 朝思暮想的妹妹了 过手的那一刻 差点没哭出来 花车来了 不知道谁喊了一嘴 人群顿时骚动拥挤起来 几个少年瞬间被挤开 李求妹抱着魏思瑶 直接被卷进人流里 魏荣轩和魏子轩都急了 魏子轩更是想直接祭出修为 却被大哥一把按住 别动 我已经让苏家的人去了 舅舅留下的人手 果然还是有用的 那我们呢 跟上去 思思 思思 李求妹 你抱紧我妹妹 魏子轩急地嗷嗷大叫 李求妹也低头死死 将魏思瑶护在怀里 而就在此时 马蹄声突兀响起 求妹 你怎么在这里 李求妹一喜 抬头果然看到了他大肤翩翩 即将临盆的亲娘 娘 救我 还有齐王府的小郡主 思思妹妹 他二话不说 伸手将儿子和魏思瑶 一起捞进马车 不知道谁次来一见 马蹄当场允命 李求妹一惊 心到 今天这事 怕不是冲着娘来的吧 才想着 林文初已经抽出长剑 挺得大肚子往外走了 李求妹 带着思思留在马车里 不准出去 说完他就冲出去 跟来人打斗在一起 正打得酣畅淋漓 一道剑气自暗处冲出 直接将林文初震回马车 他狠狠摔进去 身下流出蜿蜒血迹 再没能爬得起来 娘 娘 则 什么狗运气 竟然碰上了刺杀 这好像是魔族萧小搞出来的 目的是杀镇北大将军 谁想马车里只有夫人 大将军不再逃过一劫 但是夫人林文初去死了 即将临盆的孩子也没保住 一失两命啊 马车里的李求妹 听到心声 面如死灰 她娘没了 连肚子里的孩子都没保住 怎么会这样 李求妹瞬间心乱如麻 娘 你不要死 不要死 哭有什么用 还不如赶紧想想办法 那些贼人要进来了 李求妹根本没有修为 慌乱护在母亲身边 她知道这次必死无疑了 她都没有修为 要怎么救人 哎呀呀 气死我了 若是我有修为 不 但凡我能站起来 这几个人都不是对手 魔族萧小愣了一下 下意识左右看看 什么人都没看见 她举起魔刀 就要收割人命 然为思瑶 却开启了拼命挣扎模式 舅舅给的扳纸呢 扳纸 舅舅给的暗器呢 暗器 嗷嗷嗷嗷 还有毒药的 全都是舅舅给的 都是好东西 小肉手一抓 手心里立刻多了一个扳纸 按键嗖嗖射出来 根本不用灵气催动 瞬间把没有防备的魔族萧小 射成了筛子 本以为圣券在握了 谁知自己人从马车里滚出来 还被射成了刺猬 周围的魔族萧小 立刻蜂拥而上 此刻 街边的屋顶上 不知道什么时候多了一个人影 少年单手 按住一把古琴 灵气催动之间 古琴流转出如烟似雾的颜色 堪若芙蓉 灵气逼人 古琴少年拨动琴弦 琴音魂后 一个音节便如天籁之音 而对于魔族萧小 这声音无异于追魂曲 三两下拨弄 琴音蒸蒸 杀人于无形 后有古琴绞杀 马车内更是肆无忌惮地 射出各种暗器 暗箭 飞镖 毒刺 甚至还有装了88的炸弹 爆炸后范围之广 真是想躲都躲掉 暗杀的魔族疯了 热了狗 不说先门正道吗 用88攻击算什么英雄好汉 马车内射出一道光 瞬间笼罩马车 这是开了护镇 众人再无办法 几个魔族顿时扭头就想跑 远处镇北大将军匆匆赶来 又是一场厮杀 娘 娘 李球妹快要崩溃了 她娘的气息越来越弱了 怎么办 怎么办 思思 思思妹妹 我求求你 你若是能救娘 我愿意一辈子听你的话 安前马后 李球妹已经六神无主了 她愿意献出自己 但可惜 魏思瑶嫌弃 没哥哥们好看 还叫什么李球妹 不过算了 她是好宝宝 该就还得救 魏思瑶摸出了独一圣手 留下的十一粒丹药 找了一粒凌文出嘴里 凌文出醒来之后 只见自己被一道护镇包裹 她一双手上 还残留着金光 那金光缓缓融入身体 让她枯竭的生命力不断充盈 啊 啊啊呀 魏思瑶急的拼命挥舞小手 大姐 别看了 呼气 吸气 赶紧的 赶紧生 不然你儿子就没了 儿子 李文出躺平了 热了狗 又是男孩 没了就没了吧 老娘不想再生了 十个月吃饱睡不好 生孩子还疼死了 不生了 我去 怎么突然放弃希望了 浪费老娘的灵气 好容易把你就回来 你倒是给点力呀 那金光果然是未死咬的 没有那道金光 自己早死了 耳边的声音无比着急 明白过来之后的李文出 听着听着就热了 齐王的这个女儿 真是个好姑娘 这么点的奶包子 还知道救人呢 再摸摸自己肚皮 林文出突然想努力一下了 老八呀 你跟思思就差了七个月 你一努努力 还是能青梅竹马的 再培养一下感情的 争取把思思娶回家 要是娶不回来 那真的不如不生你了 李家老八还没生出来 就肩负起了重要任务 他现在直接再去投胎 还来得及吧 很快 沙光魔族 萧小的镇北大将军李元珍 赶回来就听到了 清脆的婴儿哭声 李元珍大喜 惊呼 夫人 是女儿吗 是个屁 老娘再也不生了 有本事让你八个儿子 带老婆回来 刚生出来的也行 老娘给他们养老婆 从娃娃开始养 啊这 这也行吗 李元珍瞬间 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好像也不是不可以 李琼妹则目瞪口呆 默默看向魏思瑶 哎 好嘞 感觉好像是 伦家生了个宝宝似的 林文出把他抱起来逗弄 自己生的那个 则丢在一边 让李琼妹抱着擦拭 思思 思思你没事吧 老二魏子轩匆忙赶过来 他把妹妹从头看到脚 确定小丫头还能对他笑 这才松了一口气 二哥 我没事 大哥 大哥呢 对了 大哥 魏子轩全部心思都在妹妹身上 扭头就把大哥丢了 现在终于想起来了 扭头寻找 才看到魏荣轩匆匆赶来 他额头上有一道 不知道什么东西压出来的红印 大哥 思思没事 花灯是看不了了 走吧 回家 将军府就在附近 先去我家歇歇吧 镇北大将军府 离着这里依旧一条街 很近 李琼妹坚持 要请他们去坐坐 一行人来到镇北大将军府 听闻母亲出事 镇北大将军的其他儿子们 纷纷赶了回来 魏思遥 他突然挺想知道 刚生的这个老八 打算叫什么 老大李来妹 眉头一皱 怎么又是弟弟 老二李招妹耸肩 玩犊子了 带爸的 老三李领妹摇头 跟娘说别做梦了 清醒些 老四李小妹点头 三哥说得对 老五李盼妹 打了他钱 有事没事 没事儿我先走了 老六李念妹 五哥等我一起走 齐王府三兄妹都看傻了 真的全家上下都在盼妹妹 一看不是妹妹 竟然没一个大李老八的 魏思遥则舌 老八 你真的好惨 隔着高高的院墙 都能听到外面兵马搜查的声音 今天魔族萧小的行刺 果然引起了不小的骚动 魏荣轩往外看了一眼 还好到李琼妹家里暂避 不然 他们很可能会被当场带走搜查问话 大哥 咱们什么时候回去 魏子轩也感觉到了外面的喧嚣 他有些担心 跟李琼妹这个人 回府通知母妃 派人来接 至于他自己的人 自然能不暴露 就不要暴露了 很快 将军府的小厮就出门了 而此时 门外却传来了拍门的声音 开门开门 应天府搜查 开门 好好的 搜查怎么搜到咱们将军府了 就这一句话 让魏思遥愣了一下 手里捧着的叶明珠都不香了 坏了坏了 差点把这茬忘了 魔族萧小次临闻出母子之后 又在镇北大将军府埋了龙袍 蓄意栽赃陷害 应天府的人是直接冲进来的 当时就拿下了镇北大将军府所有人 皇帝大怒 茶都没茶 就直接砍了镇北大将军李元珍 七个儿子不是冲军 就是死在冲军的路上 在场所有人都心中一沉 李元珍更是又惊又怒 他起身刚准备吩咐人搜查将军府 外面应天府的人 果然已经破门而入了 给我搜 等等 谁准你们来将军府搜查的 李元珍只能硬着头皮上去阻拦 老大李来妹 已经机敏地扭头往后宅去了 然而李元珍并没有拦下来人 搜府的人十分硬气 推开李元珍带着人就往里冲 李大人若是真的问心无愧 就该让我们搜 若是阻拦 那就是心里有鬼 几句话读得李元珍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他下意识看向妻子林文初 林文初抱着老八 霸气开口 我李是满门中恋 自然不怕搜查 若是真有什么 也是别人陷害污蔑 老爷 你现在就去你折子 我们要亲自向皇上讨说法 李元珍精神一震 扭头就开始写折子 然而折子还没写完 那边就已经搜到了一身龙袍 大人搜到了 全都带走 魏子萱都看傻了 这叫什么事啊 刚才经历了暗杀 现在又是全家下大狱坐牢 老天这是要弄死镇远将军府一家呀 子萱走 你快走吧 李求妹忍不住开口 却让魏子萱三人直接被盯上 应天府的人问也不问 直接挥手 来往密切的人也一起带走 哎哎 他们不是 他们 堵上嘴 带走 李求妹被堵上了嘴 魏子萱下意识 看向大哥 大哥 怎么办 魏荣轩想了一下 抱紧魏思瑶 跟去看看 花灯没看到也不要紧 哦 有好玩的了 坐牢去咯 魏荣轩 魏子萱 妹妹这也算苦中作乐了 牢房那种吓死人的地方 有什么好玩的 当牢房门关上的那一瞬 魏思瑶揉着手指头 上看一下看左看右看 好黑 好臭 好像不怎么好玩啊 他努力挣扎了一下 大哥大哥 放我下来 我要到处康康 有没有好玩的 魏荣轩想了一下 低头看看 地上铺的干草还算干净 这才把人放下 他和老二都没被下进制 毕竟在外人眼里 他们兄弟就是个凡人 自然不必下进制 这就是兄弟二人 在牢房里最后的筹码 哦呵 干草还算舒服 魏思瑶满意地翻了个身 又翻了个身 而后翻到角落里 对上一双亮晶晶的小绿豆眼 老鼠 魏思瑶咿咿呀呀地 对着老鼠张嘴说话 小老鼠警惕地看了他一眼 很快便闻到了一丝香甜的奶味 以及 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 很好闻的味道 他刚想凑过去好好闻闻 就被狠狠啄了脑袋 嘎 本神兽在此 小主人的脑袋 也是你能贴贴的 给老子滚 啊 阿巴 阿巴 不许吵架 这么可爱的老鼠 是朋友 朋友搭 神兽凤凰很不爽 区区一只小老鼠 竟然也配跟自己做朋友 他冷哼一声 傲慢地一开目光 大哥 你看 妹妹在爬呢 肉团子晃晃悠悠 看得人很想上去帮忙 小胳膊撑着 魏丝瑶摇摇晃晃 一步一趴窝地 爬到了牢房栏杆下头 他看到一行牙翼 凶神恶煞地 冲进了李元珍夫妻俩的牢房 因为有禁制 夫妻二人的修为都无法施展 即便牙翼只是普通人 依然能一只手拎起林文出 李元珍被捆成了粽子 气得他破口大骂 你们做什么 皇上还未审过下官 你们怎敢 哼 龙袍都搜出来了 证据确凿 皇上老人家审不审你们都得死 不过林夫人 你最好老实交代 这龙袍什么时间做的 做了几件 还有的藏在什么地方了 不然别怪我们不客气 说着挥挥手 各种刑具搬了进来 加手指的 加胳膊的 钩子 细针 看得魏丝瑶头皮发麻 真狠啊 魏子轩脸色清白 连他都知道 接下来要发生什么 这是要用酷刑啊 完了 完了 驱打成招就真的完了 虽然牙役都是凡人 但没了修为 修士也跟凡人没区别 这牢笼里牙役说了算 一旦扛不住刃了 那就连皇帝的面都见不到了 更别提犯案了 李元珍几个人 听到当即变了脸色 李元珍更是挺直几倍 发誓 打死自己都不承认 再说 本来也不能承认 都是假的好吗 李大人倒是个硬汉 两只胳膊的骨头都被敲碎了 愣是没坑一声 但后面这些禽兽 就把李大人八个儿子弄过来 一片一片刮肉 还把林夫人的尸体脱过来 曝光衣服示众 哎 算了 想想我自己都头皮发麻 总之李大人你老在硬 也硬不过别人拿你最重要的人威胁呀 而且 皇帝根本不想见你 你们一家人 真真死的委屈 李元珍僵硬了 所以 自己最后还是认罪了 而且连皇帝都见不到 然后就这么连翻案的机会 都没有就死了 李元珍突然悲怆万分 他自己可以豁出性命 那家人呢 妻子呢 他妻子才刚生产啊 他赤红的眼睛看向夫人林文初 林文初同样也在看他 怀里还抱着刚生的老八 可怜老八名字还没起 就要死了 老东西 大不了咱们一起去死 至少一家人团团圆圆 李元珍彻底沉默了 是啊 一起去死 省得遭罪 反正皇帝也不愿意见自己 但凡皇帝不想 谁都见不到皇帝 更别提申冤了 行 那就死吧 他眼睛一闭 完全豁出去了 惊得为思瑶啊呀大叫 怂 这就放弃了 等等呀 伦家还没施展呢 叔叔 我可爱的小叔叔 你是表现的时候了 突然传来 嘻嘻索索的声音 牙翼并未在意 牢房里最多的就是老鼠 臭虫 这玩意儿叫 还不是稀松平常 然而他们才举起刑具 一只小老鼠却猛地扑过来 纵身一跃 直接跳到了牙翼身上 张嘴便咬 哎呦 这该死的老鼠 牙翼疼地丢了刑具 扭头就要去弄死这只小老鼠 谁知这只老鼠跟普通老鼠不一样 这是一只开了挂的老鼠 清烟炸开 笑气瞬间充满牢房 所有人都跟着一只不住哈哈大笑 牙翼更是快笑风过去 毕竟普通人对毒的抵抗力更低 笑得也更竭尽全力 妈妈的 神什么 情况 有 有人 节鱼 快 快车 车 那怎么行呢 它还没弄够呢 老鼠二号 给我上 又一只老鼠冲进了牙翼堆里 又是砰的一声响 这回炸开的是巴巴雷 乱七八糟的东西炸得满身都是 刺鼻的味道更是铺天盖地 本来张着嘴笑得好好的 这下挖的一声就吐了 牙翼要疯了 想出都出不去 笑得没力气 又臭到想死 真的太崩溃了 而比起牙翼 那些坐牢的犯人更崩溃 本来牢房环境就不好 他们忍了 但尼玛 牢房的狱卒竟然不做人了 现在竟然喷粪 这刑法 谁受得了啊 好好好 我糟 我糟了 笑气家巴巴雷 绝杀呀 皇上 镇远大将军此举 无异于造反 暗律当诛 皇上 魔族萧小怎么会 突然出现在急事 一定有内应 镇远大将军突然出现 又搜出龙袍 足以证明 他跟魔族萧小有来往 齐心可诛 皇上 臣等负义 看着朝臣纷纷负义 齐王魏弘元冷哼一声 本来他跟镇远大将军 就不对付 这次一点脸面都不给他 说话的时候 硬生硬气的 真把自己当回事了 不过是给他们老魏家 干活的奴才罢了 父皇 儿臣也服役 这种不听话的奴才 死了就死了 现在竟然还敢搞龙袍谋反了 哼 赶紧杀了算了 皇上 这件事太过蹊跷 还要再查 李元真在清流之中 风平还不错 朝廷上还是有人保他 只可惜 魏楚夜现在正在气头上 毕竟龙袍都摆在面前了 即是魔族萧小作乱 死伤无数 偏李元真家眷 一个都没出事 还平安产子 这让他更加怀疑李元真了 李元真将军 看来是活不了了 唉 可惜了这么的大忠臣 正想着 一只老鼠不知道从哪里窜出来 直接跳上了皇帝的龙椅 惊得刘内奸差点原地跳起 眉毛都要挑到天上去了 快 快来人 而此时 魏楚夜已经看到了这只小老鼠 老鼠嘴里好像还叼着什么东西 吐出来一看 竟然是一颗赤羽夜明珠 赤羽夜明珠稀罕 只有皇后和太后能用 这颗夜明珠 好像是赏给魏思瑶的 魏楚夜一惊 难道思思出事了 他叫来擅长追踪的修士 调出船饮食 这才知道 魏思瑶竟然在牢里 把李元真一家子都带上来 连魏思瑶他们兄妹三个一起 魏 魏思瑶 齐王以为自己听错了 直到这三个人排排 跪在大殿之上 他才瞪大了眼睛 服了 这三个废物 怎么卷进这件事情里的 这可是诸九族的重罪 这三个畜生 不但是个废物 还要给府里找事 看他回去不打死这三个畜生 啊 哎呀 魏思瑶坐在地上 随着他的叫唤 那只小老鼠 不知道从哪里窜出来 围着魏思瑶转了一圈 这才扭头跑了出去 果然是这小丫头叫来的老鼠 哼 不愧是朕的孙女 真是聪明 还知道指挥老鼠来报信 皇帝双标的厉害 魏思瑶这孩子玩巴巴 他都觉得 玩得好 好了好了 见到皇上了 我皇爷爷是明君 李大人 你好好跟皇爷爷解释 皇爷爷一定会听的 魏思瑶咯咯咯直笑 却笑得李元真想哭 他没想到 自己乃至家人的一线生机 竟然是一个七个多月大的娃娃给的 若是真能逃出生天 他就认魏思瑶做干女儿 不 做干娘都行 李元真老泪纵横 魏洪远去气地在一边骂自己女儿 魏思瑶 大殿之上严肃些 笑什么笑 这是皇宫大殿 齐王要求一个小婴儿严肃 跟要求石头开花有什么区别 不过是标榜自己罢了 老臣不迟 魏思瑶笑得更欢了 哥哥哥 怼得好 这个喳喳不必在意他 他不配做我爹 哼哼 不少人频频看向魏思瑶 然并没有一个人出生 皇帝都不发话 他们也就全倒没听见 齐王被怼了 还不敢发怒 自古言官最大 皇帝都敢怼 他算什么 皇上 李元真悲愤不已 把自己在牢里写完的折子递了上去 折子用写写的 字字弃写 句句诸心 魏楚夜看完了 长叹一声 吩咐 定是有人陷害 来人 听侄 这大理寺 行不 杜察院三思会审 一定查清此事 还李大人清白 还清白 而不是查清 到底有没有冤屈 这一句话的区别 就是天差地别 李元真一家感激涕零 夫妻俩更是有种 劫后余生的感觉 此时一家人在看魏丝咬 只觉得这娃娃浑身冒金光 这就是他们家的福星啊 林文初抱紧怀里的娃娃 耳提面命 你若是不把思思取回来 老娘包了你的皮 李家老八 挖得就哭了呢 刘内坚一声退潮 众人各自散去 李大人一家也被带走 魏弘远气呼呼地 走到三个孩子面前 怒道 你们怎么会牵扯上此事 还好父皇英明 立刻分辨出另有内情 不然 齐王府的脸面 全都被你们丢光了 容轩 枉你还是大哥 怎么就不能学取锦城 葱慧内敛还是进退 你太让本王失望了 魏弘远痛心疾首 废物也就算了 还如此不省事 这样的子女 还不如不要 然魏荣轩二个人 却都面无表情 全当魏弘远不存在 只最小的魏丝瑶 冲着魏弘远张开双手 阿八 废物 本王才不会抱你 丢人现眼 滚灰府去 魏丝瑶斜着眼睛 瞄了魏弘远一眼 这个渣渣爹 是不是有什么大病 他要他抱了吗 没瞅见 刘内奸过来了吗 刘内奸笑咪咪凑过来 产妹把人抱起 能抱永乐小君主 是奴才的福气 一般人可享受不到 这个福分呢 没福分的魏弘远 这是在内涵谁呢 刘公公 既然是父皇身边的公公 那他一定要笑脸相迎的 皇上要见永乐君主和两位公子 几位随咱家来吧 两个少年连忙跟上 魏弘远见状也要跟上去 刘内奸回头道 岂王殿下 皇上并未召见殿下呢 说完就抱着魏丝瑶笑咪咪走了 余下魏弘远老脸通红 父皇竟然没有召见自己 为什么呀 吴赵不得进宫 魏弘远就算是皇子 也不敢直接闯进去 思来想去 只能在皇宫外等着 不一会儿 苏子涵得到消息 也来到了皇宫门口 结果就看到了同样在门口 等待的魏弘远 你教出来的好东西 伤了三个没有修为的废物 本王都没怨你 可你看看 你现在把这三个孩子 教育成什么样子 王你还是汝南仙门之女 还不如如云会教养子女 没有挽惠的天赋 就让他们好好跟锦城学学规矩 王爷慎言 第一 李将军的事情还未有定论 到底如何谁都不敢说呢 第二 狄初要跟树初学规矩 没这个道理 这里是皇宫门口 若是被皇上听了去 将来倒霉挨打的 绝对不是臣妾的三个嫡子 你 你 魏弘远气了地扬倒 但也明白苏子涵说得没错 他看了看面前的皇宫 终于还是闭上了嘴巴 见这个喳喳终于不出声了 苏子涵这才冷哼一声 嘶嘶说得没错 雄起就对了 魏弘远用孩子压自己 那他就拿皇帝压他 他就不信 这样魏弘远还能嘚瑟 其王妃 皇上请 苏子涵点点头 心到终于可以摆脱 这个讨人厌的玩意儿了 等等 父皇不召见我吗 小公公不敢招惹其王 只能道 说是永乐郡主饿了 说完扭头就跑 而这一瞬间 苏子涵只想笑 苏子涵昂手挺胸地走进宫门 魏弘远气地要死 不等了 回佛 容轩子轩 你们在牢房里都听到了什么 看到了什么 皇帝声音微言 老二有些猛 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魏容轩却有理有度 先行了礼 然后侃侃道 回皇上 有狱却驱打成招 若不是牢房突然闹耗子 可能孙儿和李将军 就再也见不到皇祖父了 驱打成招 皇帝冷了脸色 但很快又恢复如初 他扒拉开魏思瑶的小手 把他的夜明珠拿走 奶娃娃被拿走了玩意儿 啊啊地表达不悦 魏楚夜便塞给他一根 鲜木做的磨牙棒 那木头打磨的光滑 上面还闪烁着点点灵气光芒 魏思瑶一看 这玩意儿好啊 比啃夜明珠好多了 于是小肉手赶紧抓过来 生怕某人反悔式的塞进嘴里 啃啃啃 感受着一满口腔的铃木气息 哇咔咔 这个好 啃完了 还能直接咽下去 皇帝爷爷最好了 思思最喜欢皇帝爷爷了 魏楚夜被夸得直乐 冷肃的样子都不见了 还有 皇帝爷爷又帅又英明神武 镇远大将军一家的确是被冤枉的 不过 好像跟伦家印象中的结局不一样呢 镇远大将军被冤枉 皇帝爷爷大怒 觉得被最信任的臣子背叛 当场就下令杀了李元珍 李嘉南的冲军 女的冲教方 这次皇帝爷爷竟然突然明智了 还知道要审理一下 哈哈 难道是我的小老鼠派上用场了吗 魏楚夜嘴角笑容越来越大 这丫头虽然没有修为 但却十分聪明 哦 对了 我记得镇远大将军死了之后 大舟突然涌起风言风语 说皇帝爷爷没人性 对功臣也要赶尽杀绝 为此伤了民心 而魔族萧小 趁机发动攻击 北方幽冥十六州沦陷 幽冥十六州沦陷 魏楚夜心中大惊 魏荣轩和魏子轩二人 也都十分震惊 幽冥十六州 当初就是皇太后 打下来的版图之一 现在竟然因为 镇北大将军的事情失守了 主要也调不出人手 镇远大将军一直镇守的 便是幽冥十六州 他突然死了 儿子们又冲军 新调任的将军 不熟悉幽冥十六州的情况 心都无法掌控 幽冥十六州 撑了还不到三天 就完全失守 这么快 魏楚夜又惊又怒 直到这一刻 他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这都是计谋 一定是魔族的人 跟朝廷内的奸细串通一气 故意制造了这起 意外嫁祸镇远大将军 如果他真的一怒之下 杀了镇远大将军 那才是中了别人的圈套 多亏了思思啊 魏楚夜对怀里的奶团子 更加喜爱了 这可是他们老魏家的种 齐王是个没脑子的蠢货 生的女儿和儿子却都十分精明 只能说是汝南苏氏的血统好 魏楚夜心里美滋滋 直接挥手 叫来刘内奸 告诉大理斯彻查 一个都不能放过 大洲的江山 是母后和先祖们手下来 谁都别想打主意 屈震的司库拿些东西 朕要给三个苏尔亚精 赏重重的赏 又赏 魏斯瑶美滋滋 顺便扎扎嘴 黄祖府 除了天才地宝 也可以给人家来二两肉肉尝尝 魏楚夜直接逗笑了 小家伙竟然还想吃肉 你才多大 说话的时候 苏子涵进来了 魏楚夜这才恋恋不舍地 将魏斯瑶还给他娘 三个孩子在牢里受苦了 带回去好好休息 苏子涵先退出 发现店外堆满了赏赐 刘内奸在一边乐呵呵 都是皇上赏赐 给三位小主子押金的 齐王妃带回去吧 苏子涵都惊了 给这么多东西 天啊 姐姐 妹妹来给姐姐请安了 请安 一年才请一回安 到底你是妾 我是妾 一句话怼的柳如云 脸色微白 她可怜兮兮看向魏红远 齐王重眉 但想到要东西的事 她还是道 如云 是你做得不对 柳如云脸色更难看的 但也没办法 只能满脸歉意 姐姐 是如云做得不周到 如云给姐姐道歉 丑丑 这姿态做得情真意切 好啦 如云都道歉了 子涵 你也大度点 大度 她还要怎么大度 麻溜滚蛋给你们让位置吗 走人也不是不可以 但一她要带走孩子 二 这府里的东西 她不会白白便宜了柳如云娘几个 对了姐姐 晚会心拜了师傅 说最近上门一趟 呲呲的师傅也一起来吧 妹妹想好好招待一下 一想起独一圣手被魏思瑶抢去 柳如云就心里不爽 不过好在也没便宜了别人 不如叫回来 顺便一起交了晚会 柳如云打着占便宜的主意 在座的几个人都能看得出来 魏红远更是一点就通 都是一家人 让独一圣手连着晚会一起交了 子涵 你是主母 应该把如云的孩子也师如祭初 想让独一圣手一起交啊 那王爷就去问独一圣手好了 问我有什么用 我又不是独一圣手 笑话 他是疯了 才会让独一圣手交位晚会 又不是脑子有坑 子涵 你未免太小气 王爷搞清楚 独一圣手的比试 是你们自己输了的 独一圣手为什么不交晚会 咱们心里都清楚 既然没那个本事 就少往前贴 省得惹人厌烦 魏红远快气疯了 齐王本想跳起来骂一顿 再给自己的天才女儿 据理力争一下 但一想到今天的来意 他还是生生忍住 对了 还有一早说过的庄子 是不是该给了 提起这个事 魏红远就有些不开心 三个月前说的话 苏子涵到现在还没行动 这是没把自己放在眼里啊 苏子涵早就把庄子处理好了 能收的东西全都收了 顺便弄了一批 长不起来的残刺种子种下 如此一来 这庄子已经废了 一个废弃的庄子 他有什么好舍不得的 苏子涵痛快点头 让妹妹去挑就是了 妹妹不去挑 臣妾也不知道 他想要哪一个 哦 原来是这样啊 魏红远心里痛快多了 果然子涵心里还是有他的 他可是自己的妻子呢 罗云 你想要哪里 柳如云现在的心情 是又惊又喜 他没想到 事情这么容易 还以为会跟苏子涵 对骂好几天呢 这么容易就给了 我记得姐姐说过 有个庄子的人不服管 总是声势 就那里吧 全当是妹妹替姐姐分忧了 苏子涵笑了 思思 你可真是娘的小棉袄 柳如云果然要了 你说的那个庄子 而这个庄子 你娘我早就打点好了 苏子涵 开启演技满分模式 这 还是别了 那庄子的人不好管 你管不了的 这是不打算给 不给他就更得要 柳如云笃定道 姐姐你太操劳了 这点事是我该做的 齐王也在一边帮腔 子涵怕不是不想给 给给给 真的巴不得你们赶紧拿走 苏子涵故意装出 欲言又止的样子 无奈道 那庄子是真不好管理 你 哎 算了 拿走便是 拿走吧拿走吧 到时候出了问题 可就不关他的事了 是你们非要拿走的 他可是好心拒绝过的 哈哈哈哈 苏子涵这个开心啊 简直心花怒放 柳如云得意洋洋地走了 庄子到手了 还装什么温情啊 自然是赶紧回去接管庄子 娘亲娘亲 柳如云拿走这个庄子后 把庄子上产的灵芷 全做成丹药 给自己养个孩子吃了 娘亲娘亲 你糊涂 干嘛帮他们呢 魏思瑶急了 可苏子涵却笑得更开心了 庄子上的灵芷 做成丹药 呵呵 柳如云啊 他在想屁吃 好 好 好